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了一个很好的开关 嫦娥五号身负重任 预计在11月30号登陆月球 同时带回高达两公斤重的月球土壤和岩石 距离上一次有月球样本回到地球 已经是44年前 身为登月大前辈 美国NASA也在推特上恭喜中国发射成功 并表示希望能向过去的阿波罗计划 或未来的月神计划共享探索数据 但却有中国北地认为 NASA此言仿佛在炫耀过去的探月成就 我们嫦娥五号探测器有望首次实现 来自月球的信号实时动态视频信号的这样的一个传回 然而在美中紧绷的关系下 又传出美国可能要对中国89家航太相关企业进行制裁 即使是探索太空极限 也免不了地球上的政治纷争 三地新闻中文报道